各位同學 上次老師請大家在家裡 練習畫素描蘋果 有沒有帶來啊 有 那我看看 老師 你看 你看 小紅 你畫的這個陰影 把整個立體度都畫出來了 很棒 謝謝老師 老師 那我呢 小蘭花的蘋果 簡潔有力 乾淨俐落 很好 謝謝老師 老師 你看我的 大樹 有進步了 而且你還畫了三顆 買一送二呢 好划算啊 對 因為我肚子比較餓 老師 你看我的 瓜瓜 你的蘋果好黑喔 是不是壞了 沒有 老師 我告訴你 我的蘋果 巫婆的蘋果 它有下毒 它就是要給公主吃 因為公主吃了之後 巫婆她就可以占有王子了 真的 瓜瓜 老師是說要畫素描蘋果 素描就是盡量把它畫得越上越好 把它的食品啊 上面的光澤度 立體感 顏色 通通都巨實地描繪下來 所以瓜瓜 你的創意是很棒沒錯 不過素描這個技法還是要多多練習喔 好 我下次會改進的 好 老師 你看我的 嗨 哇 您畫了好多種水果啊 而且老師 同學們 我有小巧思藏在裡頭喔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張臉在裡面啊 有 我發現臉霧鼻子 對 阿妮 它是不是長這樣子啊 對 好像喔 快快了解我耶 好可愛 好 那這一節課呢 我們要畫的不是素描囉 我們要請各位同學呢 用你的創意好好地想一想 我們來畫 未來世界 老師 未來世界聽起來 好難喔 對啊 老師 我們根本不知道未來世界 到底長什麼樣子 未來世界問我就對了啦 因為我平常都有在看卡通 就是啊 我們會身邊有很多很多的機器人 可以陪我們一起玩 這樣不是很棒嗎 嗯 有道理喔 大叔 因為現在很多工廠都有那種 機器手臂有沒有 說不定未來都可以用 對 對 等一下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未來世界啊 都是機器人的話 那人類要怎麼辦 然後 瓜瓜我 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應該會變空氣吧 或機器瓜 變空氣 這樣我就不見了 不會畫 瓜瓜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對不對 對啊 而且老師只是叫我們 發揮創意 不要想太多啦 瓜瓜 對啊 是啊 同學們可以提出你的創意 來跟大家說說看 你想像中的未來世界 是什麼樣子的呢 老師 我有想法 就是我覺得每次放學的時候啊 馬路上面車子都好多好擁擠喔 可是如果在未來的世界 車子可以在天上飛的話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解決 塞車的問題了 對 太多便了 小蘭 我告訴你喔 如果車子在天上飛的話 它飛到一半沒有油了 你在下面 它掉下來了 這樣子你會受傷耶 這樣子 不行 瓜瓜 我想應該不會一開始 就可以讓車子飛這麼高吧 應該會慢慢的 先從這個高度 再這樣 再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不用想那麼多啦 它應該會從很低的地方看 開始慢慢變軋 對 反正一定會很安全啦 也有啦 我告訴你們 馬路如虎口 秩序要遵守 你看啊 如果車子飛上去的話 這樣就沒有搬馬線 大家就不會遵守交通 這樣子交通會對 亂七八糟的很可怕喔 所以 瓜瓜啊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 又不一定是真的 想太多了啦 瓜瓜 對啦 不過小蘭 說到未來啊 我就想到 我媽媽有跟我講過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天氣變得很奇怪 比以前還要更奇怪 這樣好像是去年還是前年啊 是不是好像是春天的時候 突然山上還下冰雹耶 怎麼對 你還記得嗎 記得 記得 沒錯 沒錯 現在的天氣跟以前 已經有一點不一樣了 春夏秋冬變得沒有那麼明顯 不知道未來的天氣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老師 老師 我希望未來的天氣 可以四季如春 每一天都像春天一樣 那個暖風吹到我的臉上 我就會像春天的小嫩芽一樣 慢慢發芽 還有 不要下雨 因為下雨的話喔 出門的時候 其實都會濕答答的 所以四季如春跟 不要下雨的天氣最好了 老師 我也贊成阿寧的想法喔 如果都不會下雨的話 天天都是好天氣 這樣還不用帶傘耶 很方便 對啦 不行 不行 你們仔細想想喔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水庫就會乾 水庫一乾 我們就沒有水喝 如果沒有水喝 我就會口渴 如果我口渴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流眼淚 我沒有流眼淚 我就沒有辦法哭 我沒有辦法哭的話 我媽媽也會難過 我媽媽難過 我就會跟著難過 瓜瓜啦 瓜瓜 你想太多了啦 將來的問題 將來一定會有解決的辦法 對 真的嗎 對啦 想太多了 是啊 就老師聽起來 我覺得同學們想像的未來世界 其實滿有趣的 聽 老師 可是未來的世界 長什麼樣子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想 想太遠了啦 我們不要想未來啦 拜託 瓜瓜 你就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啦 對不對 小豪 對啊 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是啊 瓜瓜 你先不用起人憂天 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你就想到最糟最糟的結果了 讓自己處於一個很憂慮 很緊張的狀態之下 你這樣子會把自己弄得壓力很大 萬一因為這樣吃不下飯 又睡不著覺 身體都弄壞了 這樣子很不值得耶 對耶 如果吃不下飯 睡不著覺 我會很不舒服耶 所以我應該要大口吃飯 好好睡覺 沒錯 老師的意思我知道了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過著 開開心心笑 哈哈 對啊 對啊 要當一個開心 樂觀的人 其實很簡單喔 就像是如果你心裡有什麼憂慮 或是有疑問 很緊張的事情 千萬不要自己憋著 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 所以說 或是你也可以來找老師啊 找爸爸媽媽說一說都可以 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憋著 憋久了可能會憋出病來喔 阿妮 你覺得我要跟老師說嗎 瓜瓜 不要憋著 說 好 說出來 老師 老師 我想尿尿 蛤 瓜瓜 你憋尿 不能憋 不能憋 趕快去廁所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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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回來喔 快點回來 就算你又下車了 快點回來 超多要訂正 好煩喔 我也好多喔 超多的 耶 各位同學們 我回來了 他怎麼那麼開心啊 回來就回來啊 對啊 好像發生什麼好事 沒錯 怎麼 我就是發生了好事 好事 你們猜猜看啊 剛剛甜甜買了 這個牛奶跟這個麵包 不就跟平常喝的牛奶 吃的麵包一樣嗎 有什麼特別的啊 甜甜 還是 你是想跟我們說 那個牛奶跟麵包 都是免費的 對 答對 一半 那是因為啊 我買了牛奶 因為我很渴嘛 然後在跟何祖師阿姨 聊天的時候 她發現我最近 變帥了 她有點太擔心 所以她就說 妹妹啊 這麵包送給你吃 就送給我啦 太好了 哇 那我知道了 甜甜 是不是這樣子 感覺變很瘦 然後阿姨就會覺得 我好像需要吃東西 就會送我一個麵包啊 小花 你已經很瘦了 但是阿姨都沒有送你麵包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那是因為 我還會跟阿姨聊天 聊天 你又不太會聊天 下次去 找我找我 我陪你去 怎麼可能 等一下 怎麼可能會是免費的啊 你吹牛吹得太誇張了 對不對 對啊 而且那個合作社阿姨 她的臉超臭的 有多臭 大叔 我們一起示範 一 二 三 每次父親臉都這麼臭 那怎麼可能會送你東西 我發誓我沒有騙人 我真的沒有吹牛 我相信甜甜 我也相信甜甜 我覺得妳這個故事 有非常多的疑點 但我告訴妳 什麼才是事實 就是我們學校附近 不是有一個鹽酥雞嗎 對啊 對不對 對 每一次我去買鹽酥雞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子 老闆 今天這樣多少錢 老闆都會說 賽哥 賽哥 今天這樣五十塊錢 這個甜不辣也送給你 我就好 老闆 謝謝你 這才是真正的免費好嗎 你甩個瀏海就有甜不辣了 當然 阿寧 你太愛吹牛了啦 不然為什麼每次我去鹽酥雞店的時候 我那麼可愛 老闆卻只揍我四季洞 因為你沒有甩頭髮 甩頭髮嗎 對 學起來 好 下次要學起來 等一下 我覺得你們都太誇張了啦 我告訴你們 老闆送我什麼東西 什麼 他送了我一大包蔥 跟一大包的蒜 你們有嗎 好了 請你們停止吹牛 鹽酥雞老闆本來就很小情 我只要跟他要一點 老闆那個蔥跟蒜 可以給我堆一點嗎 他就擺個臭臉耶 所以你們不要再騙人囉 而且我告訴你 吃那麼多蔥跟蒜 嘴巴一定很臭很臭 對 不然你來玩玩看 你給阿寧玩 你給瓜瓜玩啦 你給瓜瓜玩啦 聽我說你們不要再玩了啦 反正總規矩就是 你們男生在吹牛 甜甜就是因為長得可愛 又有禮貌又會聊天 所以才會有免費的麵包 就是這樣 不是這個結論 絕對是因為這個 福利斯的阿姨 偏心 對 阿姨是偏心 她的心本來就不在中間 什麼 但是我們這個心也偏得太嚴 對 過巴子都被你們分了啦 偏心 偏心 你們在說誰偏心啊 我可沒有 我對大家都是一視同仁的 對你們都是很愛很愛很愛的 老師不是聖禮啦 你是公平的 對 偏心的人是合作上的林阿姨 對 林阿姨 你們不是都叫她林阿姨嗎 她人很好啊 怎麼會偏心喔 老師 我上次她有剩我 糖果還有餅乾 而且她今天還送甜甜 一個免費的麵包耶 那個麵包就是她送的 待會兒分你一口 對啊 你看林阿姨人這麼好 怎麼還會有人說她偏心喔 就是因為老師 林阿姨她東西只送給女生 我們男生從來都沒有過 而且每次去結帳的時候 她的臉都很臭 像這樣子 一 二 三 她都臉這麼臭 我們就覺得很害怕啊 哪敢聊天啊 你們啊都誤會林阿姨了 林阿姨她只是比較不愛笑 但是她的心底是非常善良的 她人很好 而且她送東西應該是隨機送啦 只是女生比較幸運啊 我們非常的幸運 對 沒錯 可是老師 我覺得林阿姨她這樣子 就不公平啊 女生才有男生沒有 這樣哪公平啊 就是偏心啊 對啊 女生會肚子餓 男生也會肚子餓啊 對啊 我有想法了 男生們 如果待會兒下課的時候 我去福利社 而且我的聲音是像 這個樣子 裝可愛 對 會不會只有免費的麵包給我了呢 當然是不會啊 如果你用這樣的聲音 林阿姨一定會說 阿寧請你出去 其實這聲音太高了 那我再低一點點喔 然後把手放在兩邊 林阿姨 這樣多少錢 這樣好像有機會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有機會對不對 阿姨 你覺得這樣 真的會成功嗎 我覺得會喔 我覺得很難耶 我覺得不會 好了好了 別鬧了 我們趕快來上課囉 好 那這一堂課就先上到這邊 大家休息一下 下一堂課要準時金教授喔 好 謝謝老師 上課了 謝謝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我馬上要去測試看看我剛剛的 莊可愛做戰計畫 那你真的覺得你會成功嗎 一定會成功啊 一定會成功啊 好 我相信你喔 我覺得你這不可能成功的啦 那如果成功怎麼辦 我跟你說不可能成功 那個林阿姨 一定不會送你東西的 對啊 這個送了怎麼辦嘛 嗯 反正我就是覺得你不會成功 好 好 那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我真的拿到免費的麵包 我現在沒有橡皮擦了 你要送我一個橡皮擦 好 我就讓你下次發錢的時候 有橡皮擦可以用 對 我就跟你打賭一個橡皮擦 來 好 那如果要比賽 我來當一下裁判好了 OK 在我右手邊呢 是阿寧同學 右 在我左手邊是呱呱同學 要來看一下可愛的阿寧 可不可以得到免費的麵包呢 好 倒數五秒鐘 好 阿寧準備出發 5 4 3 2 1 阿寧 GO 但是椅子要先收起來 可愛呢 妳的可愛呢 要保持 要保持可愛 進去一點 抽進去一點 慢慢走 慢慢走 開手一點 加油啦 各位同學 請等我回來 拜拜 加油 她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我覺得她一定不會成功 妳們覺得呢 我覺得她最後怪怪的 她一定會失敗 我也會失敗 好 我就相信她一下 說不定有那麼一點點的可能 你先把橡皮擦準備好 沒關係 反正我橡皮擦我也用不到 因為我很少在改錯字 好羨慕你喔 當然有啊 像那個我們常常改錯字的 才會用到橡皮擦 我才不會用到橡皮擦呢 郭忠祐 她拿了一個大箱子 請看看箱子裡有什麼 來 好 麵包耶 麵包耶 滿滿的 麵 巧克力 在 裡 哇 阿姨 太多了吧 你怎麼買那麼多 怎麼買 這是阿姨送給我的 來 太多我吃不完怎麼辦 送你一個 我還有巧克力的 巧克力 還有一個 送你 哇 謝謝 好可憐 該不會真的是用 這一招得到這些麵包了吧 那當然啊 你好厲害 還覺得我好可愛 就送我好多麵包 天啊 阿姨我覺得你太棒了 有你這種朋友真好 沒事的 就這樣 光光你要給他一塊橡皮擦 好啊 驗賭服輸 好 既然我輸了 我就把這個橡皮擦給你 下次我們就拿這個橡皮擦來 相認 一人一半橡皮擦 對 什麼事情那麼好 還交換橡皮擦 老師 我跟你講一件非常誇張的事 剛剛阿寧啊 他去了福利社 林阿姨竟然送他一大堆麵包耶 今天又不是什麼好日子 林阿姨幹嘛送他那麼多麵包 對啊 說不定林阿姨覺得 阿寧長得又帥又有禮貌啊 對 老師 沒錯 我也覺得林阿姨是這麼覺得 才會送我這麼多麵包 老師 妳的眼光太獨特了 沒有 老師眼光很好 我好 對啊 是啊 林阿姨對你這麼好 送你這麼多東西吃 有沒有跟人家說謝謝呢 送我這個 有啊 我有跟他說 林阿姨謝謝 很棒 很有禮貌喔 好 那下課再吃吧 我們先來上課 好 收起來 收起來 謝謝阿寧 不客氣 老師這幾頁啊 剛剛上到23 23 23一頁 阿寧 其實包包會撿一下那個 對 給我嗎 對 我的發票 發票 大叔你是不是不會看發票 我告訴你 這發票要這樣子看 它上面有品項跟價格 是 對 所以有巧克力麵包 20塊 奶酥麵包20塊 菠蘿麵包20塊 果醬麵包20塊 下面就是總金額 然後上面就是它消費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剛剛下課消費 下課消費的 巧克力麵包 阿寧 這上面就是你送給我們麵包 而且是剛剛下課的時間 阿寧 你該不會是自己花錢 買這些麵包送給我們吃吧 怎麼可能我花錢買的 不是不花錢 是真的送給我的 這樣很貴 真的是送給我的 老師 阿寧這樣子騙人 阿寧 你真的是為了要贏 愛麵子 所以吹牛 花錢買了麵包請大家吃啊 對啦 因為我想說 我想跟大家證明 我也可以藉由 可愛 拿到麵包 結果想說 我結帳的時候 我看那個林愛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我就自己 發錢買了 阿寧 你怎麼會這樣 這樣子我們也會很不好意思耶 對啊 而且 阿寧 我就說嘛 林媽媽她人很好 她偶爾送一點點小的 但是福利社也是要賺錢啊 怎麼可能一次把所有麵包 這麼多麵包都送給你啊 那阿寧 我要幫瓜瓜拿回剛剛的橡皮擦囉 為什麼 你比賽輸啦 要願賭服輸 對喔 還是用買的喔 對啊 把回去吧 好吧 下次再跟你 相聚 拜拜 來 下次還要再多給我一個 對喔 對啊 阿寧 你看 為了愛麵子而吹牛 結果現在 又得不到橡皮擦 還要再花錢買麵包 是不是很不值得喔 的確還滿不值得的 嗯 而且啊 愛吹牛可能會變成習慣性的說謊 說謊是很不好的行為耶 大家都不要當說謊的人好嗎 好 欸 妳昨天那個到底是怎麼給我的啊 妳們想 你們不要再看那個了 昨天妹妹寫寫 妹妹寫 怎麼可能會寫 真的 不可能 我看一下 男生密友 都沒有東西啊 妳時間很大 另外一個 就有那個另外一個裡面有喔 沒也沒有 各位同學 男生們 我講話講很久了耶 可以仔細聽我說話了嗎 那個剛剛老師要我跟大家宣布 演講比賽要到了 請我們班派出一位代表 去參加比賽喔 代表 演講比賽 那一定要派呱呱去啊 對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啊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叫做呱呱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歡喜來鬥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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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國客台啊 對 雖然我客語講得不太好 但是我會多加練習的 好厲害喔 瓜瓜 你真的是頂瓜瓜耶 對啊 不過我剛剛聽那個音調怎麼 怪裡怪氣的啊 怪腔怪調的啊 這樣聽起來很奇怪 哪有啊 會不會被扣分啊 哪有 對不對 可能會被扣分啊 你們聽聽 問我們找甜甜去啊 她腰字那麼清楚 對啊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會 讀報紙 讀三十遍喔 那妳試試看 好 各位同學老師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甜甜 我最喜歡吃蘋果啦 甜美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喔 這滿好的 可是我覺得甜甜 是滿有勇氣的 可是你們看 甜甜就愛生氣又愛哭 如果今天她沒有得第一名 她就每次就會一直哭耶 所以我覺得 你還是不要去參加好了 如果你得了第三名 第四名 甚至沒有得名怎麼辦啊 彈彈妳幹嘛亂講啊 妳這樣子一直說 我去就不會得第一名嗎 我就是要哭 妳看嘛... 我會只是說一下 她一日就哭了 甜甜沒事啦 沒事... 我會只是說一下而已啊 不要講那麼多啦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派阿寧去 阿寧講話瘋去 又幽默 又加大姐 妳試試看 對 我喔 對啊 可是只要大家都在看我 我就會緊張 我會緊張就會解拔 她就會不自在耶 試試看嘛 試一次啦 試一次 好不好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 完全不行啦 一點點心啦 妳幫她想個辦法 對啊 阿寧 妳不要緊張 或者是妳用那個 妳最擅長的那個PAPIN 妳結合在一起 什麼RAP啊 什麼PAP 試試看 PAPIN喔 對 各位 來 老師 各位 同學 大家 好 我覺得很有創意 對啊 真的嗎 感覺不怪我結巴 阿寧 我真的覺得妳很豐盛 謝謝 不過我覺得妳好像不適合 妳看 妳這樣子掃跟機 我們明明就是演講比賽 又不是RAP PAPIN的跳舞比賽 妳還是不要去好了啦 對啊 太太 既然妳這麼厲害 那妳為什麼不自己去呢 小蘭 我們還是同學 妳根本不了解我 大家都知道 每次老師一覺 我到前面講台 我就 這是 雙腳就一直抖 根本就走不到前面去 所以我還是坐在教室裡面好了 那妳的意見還那麼多 對啊 還一直說別人嫌別人 我哪有嫌棄別人啊 對不對 瓜瓜 我剛剛別人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妳應該聽得出來吧 妳 講話有點過分啦 過分嗎 我只是開玩笑 妳該不會走心了吧 覺得不好笑 不好笑嗎 女生妳覺得不好笑嗎 不好笑 而且很傷人 我們不想理妳 超級難笑 什麼難笑 妳們根本就不懂 我們男生的幽默 對不對 阿妮 妳看他們根本就不懂 我們的幽默 妳看我們平常都這樣 開玩笑 妳少跟基督上 是不是很好笑 對不對 來 我覺得這次的玩笑 沒那麼好笑 阿妮 連妳也這樣 還啊 每次我們都是這樣開玩笑 你就笑哈哈 笑嘻嘻 很開心的啊 我又沒有說錯嘛 你們看 就堂堂的本來就不好笑 又很無聊 然後甜甜是出了名的愛生氣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然後那個小蘭呢 只會在那邊假震驚管秩序 拜託 她自己也很想講話好不好 對不對 瓜瓜 我就是很聰明啊 好了啦 妳不要再講了啦 我越講到她越生氣了啦 講得很過分耶 我講完就生氣了 太太 謝謝風紀鼓掌幫我管秩序 哎呀 怎麼大家上課的聲音還這麼大 我遠遠的在走廊外 就聽到你們的聲音了 老師 太太真的很壞 你不是叫我來班上宣布說 要那個演講比賽 選出一位代表嗎 太太要把每個人都批評 說我們每一個人的壞話 說我們不好的地方 我那種說壞話 哦 太太 你怎麼會批評同學們呢 老師 我不是要批評 我只是針對每一個人說出 他們可能會犯的一些缺點 跟錯誤而已啊 這麼說你是實話實說囉 對啊 老師 我是實話實說 很誠實 不過你到底是說了什麼實話 讓同學們都這麼生氣啊 老師 太太說我講話很無聊 雖然有時候真的很無聊 但是我就是 我就沒辦法接受他講得那麼直接嘛 老師 台台說我裝正經 可是 可是我明明就是守規矩 不然班上怎麼會 拿到那個字去講啊 他還說我愛生氣愛哭 如果呢 我在台上沒有得第一名 我就會直接哭喔 你看很生氣吧 老師 老師 他說我是小聰明 我哪有小聰明啊 我 我是 泛光明 老師 台台說我少根筋 我哪有少根筋啊 我是亮晶晶 我知道了啦 台台 我想你不是有惡意要去批評同學的 對不對 但是可能你用的詞語 會讓同學們心裡不舒服 難怪他們會不開心啊 對啊 我們都沒有說他是傻大哥了 對啊 裴台 你現在聽到別人批評你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呢 老師 我剛剛的心 輸了一下 有一點 不舒服 是啊 所以我們要懂得欣賞彼此的優點啊 多說好話 多讚美別人 別人聽了笑嘻嘻 你自己心情也會很開心啊 對不對 那你知道現在要怎麼做了嗎 老師 我知道了 各位同學 對不起 我為我剛剛說不好聽的詞語 跟你們道歉 我自己也感受到那個心裡不舒服的感覺 真的很不好受 請你們接受我的sorry 給我一個give me 好 太太 是forgive me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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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太太 那我就原諒你吧 真的喔 謝謝瓜瓜 嗯 太太 那我也原諒你 我們是好朋友嘛 安妮 太太 謝謝你 太太 我也接受你的道歉 我原諒你 唐唐唐 謝謝你 對不起 大家 我真的不是有心要說那些話的喔 唐唐 雖然你有時候講話不太好笑 可是你很會跳舞 你很會唱歌 多才多藝 超級厲害的 嗯 對啊 還有那個小蘭 妳剛剛講那個秩序講 真的耶 要不是妳幫班上管秩序 我們才沒辦法得獎 妳是很震驚的 沒有啦 其實我也知道 我有的時候說話太大聲了 我以後會改進啦 然後甜甜 雖然妳是比較容易生氣 也比較容易失落 感性 對 可是妳夠義氣喔 每次我們班只要遇到 被欺負的事情 妳就第一個站出來 哄慰我們班級 那是一定要的 因為我要保護大家 畢竟我是班長 對了 瓜瓜 我真的用錯詞語了 我不是要說妳小聰明 妳是真的很聰明 大智慧喔 妳看 每次老師考那個 腦筋極轉彎 妳都是第一個想到答案 當然啦 妳真的好厲害喔 謝謝妳們原諒我 阿寧怎麼了 還有我啊 我還沒有被稱讚啊 阿寧 阿寧 妳知道嗎 我們真的是好朋友耶 謝謝妳原諒我 謝謝 我好感動喔 這節是班會課的時間 有關於班上 有要討論的事物 都可以趁這節課題出來喔 好 好 那我們先來選 今天的班會主席 有誰自願的嗎 我 我 有兩位啊 那我們就來投票表決好了 好 好 要選 太太當班會主席的請舉手 舉手 一票兩票 好 那要選甜甜同學當主席的請舉手 舉手 舉手 一二三四四票 那就由甜甜同學擔任今天的主席囉 謝謝大家 阿寧 妳為什麼投給女生 剛剛在投什麼 主席啦 主席要做什麼 主席就是等一下開班會的主持人啦 那個很麻煩 很累耶 不要當啦 那是男生的驕傲啊 好 那我們就請甜甜同學到台上來主持 今天的班會會議 嗨 好 耶 太棒了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是 班服要選什麼顏色 有沒有人有想法 我 我提議紅色 因為紅色就好像太陽一樣照耀著大家 很有活力的感覺喔 香香 對耶 紅色就像是 MOMO腮紅的顏色 好看 很可愛 嗯 那呱呱你說 主席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選藍色 因為藍色就像是天空的顏色 給我們溫暖 而且老師最喜歡藍色 穿起來最漂亮了 呱呱對耶 老師穿著藍色上衣跟白色裙子 就像藍天配白雲一樣 好看 好喔 那還有其他人有其他的想法嗎 如果沒有 我們就來投票囉 好 好 那要選藍色的請舉手 一票兩個票有兩票 要選紅色的請舉手 舉手 一二三有三票 那這樣子我們的班服顏色就是 紅色了耶 等一下 不對 不對 阿妮 你沒有投票喔 怎麼了 投完了 對啊 我還在想要投哪個顏色啦 不 你看啊 現在都紅色盪選了啦 男生哪有穿紅色的啊 對啊 男生穿紅色很奇怪阿妮 對 老師 現在該換你來主持了 我先走囉 好 經過剛剛同學們的投票呢 我們紅色有三票 所以班服就決定要做紅色囉 好 不過男生你們也別傷心嘛 其實男生穿紅色也很好看啊 你想想 海苔哥哥是不是就穿紅色的衣服 很帥吧 對 對 再想想 彤彤姐姐是不是穿藍色的衣服 還是很漂亮啊 好漂亮喔 所以啊 顏色是不分男女的 沒有說男生一定要穿藍色 女生就只能穿紅色對不對 對 對耶 老師 同學 有沒有聽過一個經典的笑聲 聖誕快樂 聖誕老人穿的就是紅色啊 對 我也有想到一個 發財 發財 給你發財 財神爺也是穿紅色的 對 是啊 你看紅色是一個多麼喜氣 又熱情的顏色 最適合我們班的同學了 紅色好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討論第二項事務 就是請大家重新的 把打掃工作再分配一下 好 好 想想來 我們三個來交換打掃工作 那我換成 擦上褲 那我換 我換成 老師 我們排好了 等一下 為什麼女生 你們就自己先把打掃工作分配好 對啊 應該要男生 女生一起交換才對吧 就是說 為什麼每次都是男生資源回收 好了 垃圾分類 好重 倒垃圾 好重 不公平 可是垃圾很重 我們女生又搬不動 哪有 你們看看 看太太 她那麼高 你們看看 看瓜瓜 她那麼壯 你們看看 看阿寧 阿寧 還滿幽默的 你長得還不錯 對 對 我都要幫忙搬了 所以你們女生也要一起幫忙搬 可是你有兩個 又高又壯的男生幫你 你們女生也可以 我沒有很壯 你們女生也可以搬 女生女生一起 對 要教你一個人可以搬 女生一起 要教你一個人可以搬 全身 1 2 我們是要討論打掃工作怎麼分配 怎麼變成吵架了呢 老師說 兩性平等 男生女生都一樣 男生可以做的事情 女生也可以做得到 女生可以做的事情 男生也不可以排斥 我們要互相尊重 知道嗎 知道 雖然資源回收垃圾比較重 但我們女生也可以一起幫忙 分擔重量 我們會交換工作的 那這樣好了 這一次的打掃工作就 男生女生交換 好 但是 如果女生搬不動的話 男生也要幫忙 那還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 太棒了 你看我們班的同學 一下子就學會了 兩性平等 互相幫忙尊重 很棒喔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 第三項事務 學校要舉辦一個市集的活動 每一班要推派三位同學來參加 我們就趁現在把這三位同學 選出來吧 好 這樣就可以跟其他班的同學交流了 感覺很有趣 真的 所以老師就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 瓜瓜 太太跟阿寧三個男生 怎麼又懂你們男生 對啊 女生也要參加 不是 你們想一下 上學期的時候 市集的這個工作 就是要跑腿跟班重物的 你們女生哪行啊 對啊 搬東西這件事情 就讓男生來就好了 對 可是我們女生也可以 三個人互相幫忙啊 對啊 你們搬不動 那個很重 妳都不懂 這是說 我們可以剛剛猜說會過嗎 妳有嗎 也忘了 同學 老師剛剛才說過的 兩性平等 男生 女生都一樣 這一次的這個活動 男生 女生都有機會 不如我們就用 猜拳來決定 所以是贏的可以參加了 好 那就剪刀石頭布 好 來 剪刀石頭布 沒有 剪刀石頭布 沒有 剪刀石頭布 有 好 好 猜拳最功夫 同學們 到了這學期 選班級幹部的時候了 好 今天我們要用 投票的方式來 來選出最適任的班級幹部 好 那待會兒呢 大家拿出一張投票單來 今天我們要選三位 第一位 要選班長 第二位 要選維持秩序的風紀鼓掌 風紀 還有這學期 體育鼓掌也要重選喔 總共有三位 大家好好地想一下 看哪一位同學是最適合的 就把票投給他 好 老師 我們可以一個人 一票投給兩個人嗎 像是班長就投兩個人這樣子 這樣不行喔 會變成廢票 一個人只能投一票 好 那老師 我可以投給自己嗎 當然可以啊 如果你很有自信 覺得自己可以勝任的話 投給自己也是OK的喔 好 老師 我們的名字要 大叔 這個是不記名投票 不是寫考卷啦 不用寫名字 所以不用寫喔 你們都沒寫 不用啦 上學寫不是有投過了 對啊 我是班花 班花跟班長就差一個字 那我當然就是班長了 哈哈 那 鐵字鼓掌要投給誰啊 嗯 啊 啊 上一次大叔的大隊接力 好像跑很快耶 那 體育地很好 我也要投大叔 班長 大表隊的班長 應該要選最帥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我們 風紀鼓掌 他選大家都會聽他的祕密有那個的 欸 那是我嗎 體育鼓掌 運動神經藥還不錯 上一次 打明三角 吃麵包 比誰 怎麼都是我啊 好煩喔 會不會是當選三個鼓掌啊 嗯 體育鼓掌上學期當過了 好累喔 這次不想當了 班長跟風紀鼓掌 應該最適合我了 同學們應該都會投我吧 嗯 就這樣子 好了 好 好 學很好的 投到這邊 投票箱 好 這邊 應該看不到吧 來 投這裡 投這裡 好 大家都已經投完票了 那老師就來開票喔 好 來 第一張 好緊張喔 班長 投給的是 甜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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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二張 頒獎是 阿寧 好 喔 風紀是 阿寧 喔 哇 體育 又是阿寧 蛤 阿寧 這是你自己投的吧 哪有啊 說不定是香香啊 那香香那麼喜歡我 怎麼可能 來 第三張班長 是甜甜 風紀 香香 喂 體育 大樹 耶 我有票耶 是誰啊 好 再來班長 阿寧 你很Q了 該不會我要當班長了吧 你都很Q 風紀小蘭 來 體育大樹 什麼 什麼 好 第五張班長是 甜甜多一票 哇 多喔 風紀香香一票 太多票了 體育 呱呱一票 兩票囉 好啦 沒關係 當體育股長也可以 對 好 好 最後一張 關鍵的票數來囉 快去 快去 班長 美麗的甜甜 誰寫的 美麗的甜甜 她還寫了 風紀鼓掌是 大嗓門的小蘭 好 體育鼓掌是 強壯的大樹 好 有幾票 好 經過這個 同學們的投票結果出來了 這學期的班長就要由 甜甜同學來擔任 恭喜 甜甜 謝謝各位同學 還有老師對我的信任 這學期我一定會好好服務大家的 好棒 好棒喔 好 來 那 風紀鼓掌呢 就要由小蘭來擔任囉 好棒 謝謝老師 謝謝同學 我一定會管好辦上的資訊 好 好厲害 小蘭 妳也要注意自己的嗓門 不要讓自己的喉嚨不舒服 對 小心一點 好 好 那這學期的體育鼓掌 我們要換成大樹同學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 那我呢 這一次一定會當得比前任的體育鼓掌 當得更好的 好強 很好 那 新選出來的班級幹部這學期 要好好的替班上同學服務囉 各位同學也要互相幫忙 知道嗎 知道 對 對了 瓜瓜 昨天那一關 就是我們都要玩的那一關 好難喔 魔王打了好久都打不贏 對啊 超難的那個魔王 我下次一定要打敗的 瓜瓜 阿寧 現在是自習課時間 請你們安靜 對啊 你們說話真的很大聲耶 哪有很大聲啊 好瓜瓜 我們下課再聊 下課再聊 好 喔 那我們就下課再聊啊 瓜瓜阿寧 等一下是體育課 你們可以陪我去搬體育器材嗎 體育器材 好啊 可以啊 謝謝阿寧 恩 大樹他現在是體育鼓掌 他應該要自己去搬 而且他不是說他要做的 比上學期的體育鼓掌好嗎 欸 瓜瓜 等一下體育器材很重是跳箱耶 我一個人哪搬得動啦 欸 你自己是體育鼓掌 你就要自己搬啊 為什麼要我們幫你搬 瓜瓜 就幫忙一下沒有關係啦 對啊 什麼叫做幫忙一下 對啊 而且 上學期你當體育鼓掌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有幫你嗎 嗯 怎麼這一次體育鼓掌變成大樹 你就不幫忙囉 欸 上學期是上學期 這學期是這學期 他自己說要做得比我好的 他就要做做看啊 奇怪 同學 現在是自習課的時間 怎麼沒有安靜看書 反而在聊天呢 老師 我們不是在聊天啦 是瓜瓜他一直在鬧脾氣 大樹需要幫忙 他都不幫忙大樹耶 欸 甜甜 你不要亂講話喔 是大樹他自己是體育鼓掌 他本來就要自己做啊 我為什麼要叫別人幫他啊 你看 你看就是這個樣子 老師 我覺得喔 應該是因為瓜瓜這一次 沒有當上體育鼓掌 所以他在不開心 你不要亂說話喔 喔 原來是因為這樣子喔 瓜瓜 我以為你拿著黑色的蠟筆 一直在畫圈 以為你在畫黑洞 原來是因為心情不好 不開心喔 我 我才沒有咧 當股掌本來就是 誰想做就可以啊 可是他自己是股掌 他自己就要做好啊 為什麼要叫別人幫他啊 瓜瓜 你真的是因為沒選上股掌 所以不開心 不想幫忙 沒有啊 老師 就是 他是班長 他是風紀股掌 他是體育股掌 他們本來就要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為什麼要叫別人幫忙啊 瓜瓜 其實 不管是誰選上班級幹部 都沒關係 只要你有心的話 都可以替班上的同學服務啊 所以就算這一次沒有選上 也不要計較 要有同學愛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幫忙 這樣子才會有好人緣啊 而且 下次如果輪到你當班級 幹部了 別人不想幫你的忙 那怎麼辦呢 老師 我知道錯了啦 我不應該那麼愛計較的 我只是因為上次 選班級幹部的時候 我太想當班長 也太想當股掌了 然後看他們當股掌 我就覺得很羨慕 我不應該這樣子的 同學 對不起 我希望 你們不要不喜歡我 瓜瓜沒有關係啊 既然你那麼想要當股掌 你就來當副班長 好啊 或是副風機股掌 沒問題 或是副的體育股掌 好 所以意思是說 瓜瓜現在就是 副班長 副風機股掌還有副體育股掌 同學我們給瓜瓜鼓掌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一起擁有遠遠 我們一起擁有遠遠